嘗嘟 Hello大家好 我是Julia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最喜歡的 妝容 還有 這個底妝 從螢幕上面看得出來 這個底妝 還不錯吧 還不錯吧 沒錯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畫出這個妝 還要分享就是最近最喜歡的底妝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第一步呢就是用這一個 這個是香奈爾珍珠防護妝前乳 我是用玫瑰這個顏色 它好像有三個顏色 不過呢因為我想要改善我的暗沉問題 跟一些臉部的小瑕疵 所以我是選這個顏色 對然後它是SPF40 所以妝前的防曬搭地就是很夠用 它很像 我喜歡少量多上 哦對這個是我的房間 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應該有 我有計畫開箱我的房間 我今天就先讓大家看一點點 對 它是有潤色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要單擦我覺得 可以 就也可以 擦完一層是這樣子 沒錯 就是這個光澤感 超級漂亮的 接下來呢我就是用這個 這個是 極致持久無暇粉底 對 然後我是用B10號 這個色號 好像總共有12個顏色可以給你選 它留的比較慢一點的那種 很容易就可以抹開 那我喜歡這個粉底的 原因 就是因為 它超級服貼 然後它 超級超級持久 真的超級持久 一整天都可以 幾乎真的是不用補妝 它很輕薄 對 而且它遮瑕又很好 對我不知道它是怎麼做到的 基本上我用這一瓶粉底 我就不太用遮瑕膏了 然後我習慣用粉底 我習慣擦粉底的時候用 用 這種 海綿 就比較 方便 它是非常非常服貼到一個 布行的 對 它就像你的皮膚一樣 然後 它又很輕薄 我剛剛其實也沒有用很多 上文粉底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有這種 柔霧光澤感 然後因為有時候我出門 就是看你一整天 這邊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點油 然後加上最近要戴口罩 就不喜歡那個 粉底 黏到口罩 什麼的 所以 定妝就變得很重要 那因為我是選透明的 所以有點看不太出來 不過它也有出膚色的 對 就是看你的需要 那上完這個 我的臉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我的底妝就是 完成 所以這三個就是我畫底妝的 工具 然後我就要把其他的妝補完 OK 先擦護唇膏 先擦護唇膏 先擦我的眉毛 先忘記帶影銜進了 你看看不到 好 你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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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用的是山茶化的唇膏 我來選一個喜歡的顏色 紅色嗎? 它在螢幕上怎麼那麼粉? 它其實沒有這麼粉 好的,那我的妝就完成了 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妝 那我們下次見,bye! 我們下次見!